你们好 我是小罗 那今天还是照常给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一个免费的节点 那今天是2022年11月19号 大家一定要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去找到我这个下面的博客地址 我的节点都是分享在我的博客里面的 今天的话一共分享了58个节点 58个节点 当然了你这边的话去订阅一下我 对 订阅一下我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会收到小罗 这个推送的第一次最新的节点的更新 好吧 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节点的一个测速的情况 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这边是用小猫咪的类合做的一个测试 这边的话 这个 速度都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三兆多每秒啊 还有两兆多的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些都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美国的都能跑到2.55兆 基本上都在三兆两兆多 最低的啊 当然有0.010的啊 这种啊 这个还是国内的 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香港的这些节点的速度都还是挺不错的啊 因为我这边都是用测速软件测的 大家自己拿到手里再去测一下啊 我这边的话是 100兆的宽带啊 100兆的宽带 所以说大家自己测试一下啊 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节点去试用 那我这边不去这个 youtube网页上面做那个统计测速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没多大必要啊 对 因为这个网速不一样测出来的 它肯定都不一样 我这边速度快 你那边不一定速度快 对吧 嗯 好了 废话不跟大家多说啊 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大概就是这样